台湾有一位过去一直充满政治爆发里的人物 叫做宋楚瑜 他的动向显得洞见观瞻 他哪怕得一个百分点的选票 或者至少四个百分点的选票吧 因为呢 马英九过去认为他自己胜卷在握 他认为他和宋楚瑜在来因之间呢 这个差距呢 已经大幅的拉开 如果说他和宋楚瑜叫做鱼量情节的话 这个鱼啊 已经变成一个飞要到天空上的鱼 而这个亮啊 早就已经不亮了 宋楚瑜是一个不亮的灯了 一个不亮的诸葛孔明了 所以对马英九来讲 他根本不需要把宋楚瑜当对手 也不需要尊重宋楚瑜 这跟当时连战与宋楚瑜 虽然在2000年大选的时刻 两个人厮杀到无以复加的 可以说是已经到了深仇大恨的地步了 可是连战呢 一直很尊重宋楚瑜 最后形成了2004年的连宋配 甚至是国庆合作 局面是不同的 因为过去这四年下来 马英九经过很多次的实验 他认为呢 宋楚瑜是一个已经倒台的政治人物 他没有实力可言 上次呢台北市市长竞选的时候 哪怕是跟好龙斌同台竞选 宋楚瑜在台北市的选票 都只有拿到了将近5% 4%多 所以马英九呢 上台以来 他对待宋楚瑜的态度就是 能够不要提这个人 就不要提这个人 能够不要理这个人 就不要理这个人 基本上简单三个字叫做冷处理 他万万想不到 他人生会落到今天的处境 这个处境就是 他和蔡英文两个人之间的民调差距 在伯仲之间 他忘记了 人生永远有你需要的朋友 而现在他需要宋楚瑜这个朋友 那宋楚瑜呢 事实上台湾很多老百姓内心里头 不管喜欢他 或是不喜欢他 都认为他是一个能办事情的人 就你可以不喜欢他这个人物 你甚至可以说他太权盟 或者是说他上次已经台北市场选举说 如果落选他要退出政坛了 或是他太情绪化 但是大家都记得 他是台湾这15 20年来 最能干的政治人物 宋省长的形象 能干的形象 省府团队有行政效率的形象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 差别只是在于大家要不要为了给这个能干的人机会 而投一票给他 差别是在这里 就是我承认你能干 可是我要不要投一票给你 这个是台湾的老百姓和宋楚瑜之间 一道没有办法跨越的一道鸿沟 而这个鸿沟呢 随着2000年大选 当时宋楚瑜呢 临门一脚 只输给了陈水扁 30万票 之后呢 宋楚瑜有一度 亲民党非常的强 在立委选举里头也赢了国民党 后来呢 国亲合作 宋楚瑜愿意居于副手之后 亲民党整个盛世呢 就开始一步一步下滑 真正的政治明星 马英九出现之后 宋楚瑜再也没有在政坛里头 可以立足之地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如此 现在的情况是 马英九跟蔡英文呢 根本民调连一个百分点的差距都没有 那连一个百分点的差距都没有 宋楚瑜就算还有2%的实力吧 上一次在2000年的时候 除了连战宋楚瑜陈水扁之外 还有两个候选人 一个叫许信良 连许信良都有1%的得票率 还有一个叫李敖 李敖呢 也有接近1%的得票率 那如果以2000年的局势来看 当时五个人相争 许信良都有一个百分点的支持率 宋楚瑜总是超过许信良太多吧 他两个三个百分点 就可以改变你 马英九在2012年的选情 所以如何处理宋楚瑜 成了台湾最近政局最大 也最重要的事情